今天想什麼 今天要帶大家一起去日本看棒球 欸是真的沒有開玩笑 而且我今天要介紹的是 在東京市裡面呢 養樂多隊的主場 明治神功野球場 基本上如果要搭捷運到明治神功球場 是要搭銀座線 然後外院前站下車 然後往裡面走大概五分鐘 應該可以走到球場 我們一起到球場來看看 看看這個日本球場 跟我們台灣的球場 到底差別在哪裡 這個呢就是明治神功球場的外觀了 這個球場其實歷史非常悠久 待會有空再跟大家報告一下 那今天一走進來 我們看到右手邊的一個 非常特別的專區 叫電子加油板專區 現在就帶所有的球迷進來裡面 看看到底要怎麼玩這個東西 那你寫完之後呢 整個螢幕就會投射到外面的電子大螢幕上面 OK 接下來我們繼續往裡面走 剛剛有介紹到這個球場 它是啟用於1926年 到現在2022年 已經有96年的歷史了 僅次於板神甲子園球場 它是1924年 所以說它真的是歷史非常悠久的一個棒球場 所以說球場呢 它的裡面空間不大 很多攤位都會放在外面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一些加油棒啦 紀念品啦 帽子啦 等等的都會放在球場外面來販售 那我們現在看到畫面上呢 一整排都是綠色球衣 那就是楊樂多每年呢 都會發送給球迷的球衣 你看 上面都有標註年份喔 那今天呢 剛好進場的時候呢 也要準備發送球衣給所有的球迷 來看一下今年2022年 發送的球衣長什麼樣子 喔 東京 然後都是綠色的 這就是楊樂多的主顏色 那我們現在呢 跟著東京特派員呢 直接進到我們今天的球場裡面來 今天的位置呢 其實是坐得非常高 大概是到頂樓的位置了 所以你看 哇 視野非常的好 哇 這是在本壘後方的位置 喔 我們現在來問一下特派員 那楊樂多球場呢 它呢 雖然是歷史悠久 但是它是不是也有一些比較特別的席位 可以供大家來參考一下呢 它這個座位區是一組包四個位置 然後它可以左右 那個椅子可以360度旋轉的 好 這個呢 是一個小包廂的概念 一組包四個位置 看起來很不錯耶 那明治神功球場其實還是有一些比較特別的席位 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但是因為日本呢 它看起來喔 呃 你的位置的票呢 你只能去你的位置 你不能去其他的地方座位看一看 都不行 他們都會有所管制 所以呢 我們的特派員就沒有辦法走到 這個特別的席位上面 然後拍給大家看 它其實呢 在依山內側有一個叫 內野特殊的座位席 它是四個椅子擺在一起的 然後會有桌子 那這個位置呢 比較大一點點 所以它票價當然會比較高一點 那還有一個地方 叫做野餐席 野餐席不是真的去那邊野餐 而是它有這個桌子 那桌子有大張的也有小張的 可以做兩個人的 也有做五個人的 這就是明治神功球場比較特別的這個座位 跟大家來分享 現在啤酒 猜猜看一杯多少錢 一杯來講的話 台幣200嗎 750塊 所以一杯啤酒現在要750塊錢日幣 哇 欸 真的蠻貴的耶 欸 那你又要喝嗎 你又要買酒喝嗎 我不喝酒 OK 不喝就好了 這就是信起來對不對 不然還要復合對不對 省起來 省起來 接下來我帶大家呢 進到這個是球場的美食街 那我相信在球場裡面來講的話 一定會有很多跟棒球所結合的這個美食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喔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湯位 真的好像是蠻多的耶 而且好像也各式各樣的食物都有 請問一下東京的特派員 你在這個湯位上面 有看到這個所謂的球員跟食物的結合嗎 欺慕宣親選手的是萊姆蘇打加威士忌 各位 連啤酒都有球員的限定版 這個真的很厲害 很多喔 對對對 大家的都 好多 所以很多食物都有跟球員結合 對 沒錯 各位好 喔 這間店是新開的 這個是總教練的豬排飯 OK 來看一下隔壁這個攤位是什麼 這個是青蔥山藥抹茶蕎麥麵 抹茶蕎麥麵這種東西都有 而且你看麵條是綠色的 大家有看到嗎 因為養樂多的主場顏色是綠色的 所以麵條綠色的 連麵條都支持著養樂多啊 這個是限定的 哇 限定版的 厲害了 除了麵條以外 我剛剛還看到 連啤酒也有綠色的喔 這一杯是多少錢啊 這一杯也750 這一杯也750 太厲害了 因為是主場概念的關係 所以呢 你看它麵條啦 啤酒啦 都用綠色為主 這個真的是值得學習啊 好 灌完了一輪之後 我們在地的特派員呢 他選擇了 青木宣青的便當 要回座回座 然後來看球 那我們就請特派員來幫我們分享一下 這個便當吃起來感覺怎麼樣 這個便當裡面有四個炸雞 一定被我吃掉一個了 外皮看起來很酥脆很好吃 雖然現在有一點冷掉了 但是裡面還是一樣很juicy 多居飽滿 然後旁邊搭配的是美生菜 跟一個 Aokisan的海苔 然後這個是美乃滋 日本人最喜歡炸雞沾美乃滋了 日本人除了喜歡炸雞沾美乃滋之外呢 就是一定要喝啤酒了 你看 啤酒妹她終於上場了 我們可以看到啤酒妹她已經非常親切的 非常耐心的在服務這些看球的球迷朋友了 我們來詢問一下特派員 他現在坐在這個頂籠上面的這個位置 坐起來的感覺是怎麼樣子呢 明治神宮球場最具代表性的就是 狹窄的座位 他的座位前後左右的間隔是十分狹窄 座椅前後的寬具也很寬 所以如果坐在中間的人 想要出去上廁所 可能會比較難通過 買票的時候最好買靠近走道 會比較好游 這個位置是在二樓 是全神宮球場裡面最特別的位置 因為這個座位有 平 票價的部分是4200元日幣 我現在來跟大家報告一下 在畫面上面看到所有的球迷朋友 都拿著雨傘 然後在那邊好像跟著音樂在跳舞 這個呢就是楊樂多組場的一個特色 只要有選手打出拳內打 那所有的朋友就會打開雨傘 然後跟著這個東京櫻桃這一首歌呢 一起在這邊共舞 那如果沒有人打出拳內打 大家今天都帶雨傘來怎麼辦 沒關係 只要到第七局 第七局永遠都會播放這首東京櫻桃的歌 然後讓所有的球迷呢打開雨傘 然後跟著音樂來跳舞 真的是非常有特色的一個地方 好的這就是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的 日本楊樂多隊明治神功的棒球場 真的希望說今年年底有機會可以出國 甚至到明年的時候可以到球場來看球 然後一起感受這些異國球場的文化 大家如果喜歡的話幫我按讚訂閱跟分享 有機會的話下一次再帶大家到其他的球場來看看喔 掰掰